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行家论股 我是黄素新 达阳企业达阳Enterprise Holding Burkhard 正积极竞标国有的IHUC合约 总值约40亿令吉,估计年底颁发 另外,该企业近期建议一系列的企业活动 来筹获约1亿8700万令吉的资金 其中就包括发附加股与私下配售 自首季蒙受亏损之后 肯纳格投行研究预测达阳企业 刺激业绩将恢复盈利 因为预见潜在订单激增 首季与季结束 以及高于预期的案外船只使用率 虽然上部维修业务低于预期 并造成首季的暴亏 但船只使用率从27%提高至36% 估计使用率会在今年余下的时间将继续改善 基于该企业领先的案外维修技术 肯纳格认为有机会赢得国油价值11令吉的部分合约 因此上调平机制跟随大事 并将目标价格从80线提高至1令吉35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